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嗨 我跟唐先生有二十多年 那我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我的经验是很多 那我不知道是要讲自己的经验呢 还是要讲别人的经验呢 请问 那请问大家是要我讲自己吗 还是要讲别人的呢 自己 如果要讲我自己 我四五年前要退休之前 我发生一件很严重的车祸 我的车祸呢 真的是 可能你们看不出来 你们看我现在怎么样 情况是怎么样 对 我那时候我两条腿都断的 而且一边是断式的地方 一边是斜皮式的 然后又粉碎 那时候 我的血氧已经降很低了 那时候血氧降很低的时候 医生是紧急急救 他直接插管 在江户病房 我在江户病房已经昏迷了 那血氧降低的话 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们平常的血氧是 百分之九十八到一百 如果在九十五以下 就是有生命的危险 那时候呢 林老师 真的 我觉得说 人在做 听一看 那林老师 第一个时候 就到江户病房 帮我调整 那我们高雄市的 所有的那些医工 也帮我很多的忙 那 那 那时候 我有跟我家里的人讲过 我说 如果我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不要急救 那 本来是 家里已经讲说 不急救了 那医生就说 这样子 他脑部没有受伤 虽然颈椎有受伤 颈椎有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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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救 所以还是救 在家户病房七八天 然后 我那时候 因为我也常出国 去当医工 就是说 帮忙开学 所以 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那些医工 也都帮我祈福 这样子 调了七八天之后 我出了家户病房 出家户病房 那时候 我是心里想说 很 很简单嘛 因为我平常都是爬高山的人嘛 我想说 之后应该好得很快嘛 所以当 我出家户病房 到土洞病房 一个多礼拜之后 医生说可以开刀了 那我好高兴喔 有没有人说 要开刀你高兴吧 因为我想 我开完刀 我就可以走了啊 因为 以我的意志力来讲 我应该就可以走了 没想到 医生 给你这样 他说 至少要躺三个月 对 这个过程 也接到医院开出来的病危通知了 病危通知已经开两次了 然后呢 结果 医生说 不行 我一下整个人都催了 我想说 哇 要躺三个月 吃喝拉死 全部都是在床屋上 请问一下 因为平常很正常的人 吃喝拉死 全部在床屋上 你们愿意吗 不愿意 一定很痛苦的 而且我这个人本来就是 医生力很强 想说 我只要开完刀 我就拿个四个卡就可以了 免单 就可以起来 就可以走了 那医生给我讲说 不行 然后开完刀之后呢 回去 说实在 后遗症是很多 而且也很不方便 就是说 我要 当我要去医院看诊的话 一定要坐救护车 那几乎这个来匪 你们都知道 都很贵的 三千六 我们那时候是三千六 来匪跑的话 然后 每一个月 每一个礼拜 就先去为神圣 那很奇怪吧 我回来之后 我请问一下 会不会痛啊 会不会痛 请问大家会不会痛啊 会 可是我回来 说实在我没有痛 我一喝止痛药都没有吃 后来我就跟医生讲说 医生你不要再给快药了 我止痛药都没有吃 我第一次吃止痛药是 被家里人逼托的 他说 你都老是都不听医生的话 都是说长生学好厉害 我说我没有这样讲啊 哪有人说都不吃药的 那没办法被逼托啦 吃好吃药啊 所以我的止痛药真的都没有吃 可是当我痛的时候 尤其都是半夜痛 痛的时候我都一直跟他讲 麻烦您乖一点 因为林老师也跟我讲说 要常常跟他沟通 所以我也常跟他沟通 对不起啦 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你要好希望你跟我好好合作 不要让我痛 我每次都一直跟他这样讲 对两次脚这样讲 我到现在我的脚踝 我还有港板 还有一个港板在 然后这个整个是血皮式的 这样血皮式的 医生说这样子是很难恢复的 然后出院的时候他也交代我 不要去做复健 因为我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说 在这段时间呢 还有在医院的时间 可能我平常没有付出很多 我常常也有到医院去帮人家调整 我从学完中级班之后 我一直跑医院 所以很多医工帮我调整 我在医院很多医工帮我调整的时候 常常被医生麻 他说叫你运动 你都不运动 然后每天一大堆人来看你 到底是什么身份 那我心里想我也是笑一笑 然后后来我先是跟他讲说 这个是长生学 他说因为不准他们来 那我只好跟看护讲说 麻烦你每天早上一大早 就帮我拍被拍大声一点 让医生听到 也让护士听到 所以他也跟我很配合 每天早上就跟我一起拍拍拍 那个护士都觉得说 我实在没有在运动 所以说你们要知道 如果学了以后 这个长生学不用 就很可惜 一定要好好的用 我敢跟你们讲 真的是可以利人利他 好 谢谢你们